1月10日晚,有网友晒出王德顺出席活动红毯的视频,他大胆穿着陆奇装,想付没有一丝多余的坠肉,精神状态根本看不出已经是冒铁之年。 有不少网友评论留言表示,这大概是中国最潮老头,还有人羡慕称,80岁的人能走出这个姿态,真的很难得。 如今,大爷在穿着打扮上也感为人羡,真的潮饭十足了,这造型也不禁让人想起了巩俐参加巴纳电影结算系的西装穿着。 84岁还有如此状态,夜离不开王德顺坚持锻炼,并期健身的他,身上早已保持了一身标准的剑子肉。 而王德顺的励志故事,也引起不少网友们的共鸣。 24岁演话剧,49岁北飘,50岁健身,57岁再次走上舞台当活雕塑,79岁走低台成网红,媒体甚至称他为老鲜肉。 王德顺坚持锻炼,王德顺最近还新学了一个气呢,大碟,在王德顺近期晒出的视频中,和女儿王球一起配。 和其家,妇女两人站在台上,发色也一般很是相配。 王球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名DJ,据媒体报道,妇女两人相差32岁。 如今,已经王德顺已有84岁高龄,算起来,女儿王球也应是52岁。 从照片来看,52岁的王球说,是30多岁都有缘线。 如此看来,励志大爷王德顺这一家子不仅活得有硬酷,而且还都很青春,看来豆瓶这回事是遗传的呀。 用王球本人的话来说,年龄的限制在他们一家身上都表现得很微弱,想做什么就去做,老或者不老,不仅跟锻炼和保养有关,更重要的也是永远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